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签署命令 任命俄外交部副部长莫尔古洛夫为俄罗斯驻华大使 莫尔古洛夫曾在华工作 精通汉语 被俄媒称为担任驻华大使最符合条件的人选 莫尔古洛夫生于1961年 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 作为一名外交官 莫尔古洛夫曾在中国 美国和日本工作 通晓英语和汉语 2006年至2009年 他在俄罗斯驻华使馆担任公使贤参赞 2011年起 莫尔古洛夫担任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负责亚太地区事务 莫尔古洛夫具有丰富的对华工作经验 2019年中俄建交70周年前夕 他曾以俄中关系为何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为题 在中国媒体发表数名文章 俄媒曾报道称 驻华大使的工作要求较高 按照传统 俄罗斯驻华大使需要由了解中国情况 通晓汉语的副部级官员出任 俄媒评价说 精通汉语 对华工作经验丰富的莫尔古洛夫 是最符合条件的人选